这俗话说呀 腊疤不腌蒜 一年都白干 马上就要过年了 家家户户都吃的腊疤蒜 怎样腌才能快速变绿 口感清脆又好吃呢 今天咱们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咱们选用这种紫皮的大蒜 紫皮蒜呢 口感比较清脆 而且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把这个蒜包去外皮以后掰成小伴 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剥蒜的小窍门 咱们用手呢 给他挤一下 然后呢 再这样去给他剥呢 不费指甲不上手 特别轻松就剥好了 剥好以后呢 咱们把这个蒜给他挑一下 挑出这种有破损的 这种就不能做拉拔蒜了 然后呢 咱们再给他根部给他切一刀 这样能增加拉拔蒜变绿的速度 切好以后放入盆中 加入一小勺的精盐 给他抓拌均匀 加入盐的目的能增加蒜的口感 然后再找一个无油无水的罐头瓶 把整理好的蒜 咱们装入瓶装 装八分满就可以了 无油无水的锅中加入半斤的米醋 再来一勺陈醋中和味道 加入适量的冰糖 小火呀 给他熬制冰糖融化 这个时间如果您的手机有电 继续帮老弟点个小红心呗 就是冲着屏幕点两下 感谢您了 辛苦您了 祝您天天开心 事事顺心 熬好以后呢 咱们离火 自然晾至70度左右 用手指头试一下 稍微有点烫手就可以了 把熬好的醋呢 倒入装满蒜的罐头瓶装 加满以后 盖上盖子 拧紧 密封保存 放家里暖气片旁边 越暖和的地方越好 越容易变绿 正常家里边腌蒜20多天才会绿 像我这种方法 一晚上就可以绿了 家常美食简单易学 您学废了吗 如果我的教程对您有所帮助 还希望您能点个双击 加个关注 方便您日后查找和参考